我上網看的時候 他說這裡出名是水泥的拉鐵 然後還有一個是水泥的蛋糕 你好, 我是想要水泥的拿鐵 跟水泥的蛋糕 這個水泥蛋糕, 48元 那種水泥的拿鐵是… 這裡沒有 這個是水泥蛋糕 好, 這杯是水泥拉鐵 這個很漂亮, 超漂亮 要拍張照 我今天有襯衣服來吃東西 因為這間店看到 所有顏色都是黑白為主 白呢, 我有, 還有黑色 我點了這杯水泥拉鐵 我以為黑色的位置是沙沙米 可能有芝麻味 但它完全是沒有的 它是好喝的 又不苦, 又不甜 剛剛好是有咖啡味 蛋糕就是水泥蛋糕 是芝麻蛋糕 只是芝麻蛋糕的芝麻部分 是加了食用色素 令它像一塊水泥蛋糕 拍照是一流的 大家現在喜歡芝麻的 還有環境也好 這個時間又不太多人 通常很熱的咖啡店 在香港找不到位置坐 然後又很吵 但這裡有些適合打卡的位置 意安力 這個背後也挺漂亮 外面的門口也挺漂亮 不錯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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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像上海的感覺 因為它旁邊有很多樹 然後兩邊的房子也不太高 我們現在還在這個松林裡 在這個花園裡 其實這裡有很多咖啡店 讓我帶大家去看看 就是這間 很漂亮, 它環境裡 很漂亮 我們一會兒吃的就是這塊 幸好還有伊朗客檸檬 還有南瓜鳳梨蛋糕 沒有了, 女平方 現在是4.8個字 已經沒有了 如果大家來吃, 記得要早點過 你好, 可以要南瓜鳳梨蛋糕 和伊朗黑檸檬 這間很漂亮 因為我覺得裡面有很多綠色的植物 非常適合女生來吃東西 有驚喜的 我們等一下她拿過來 先拍照 已經按了一個來 你好, 大家好 她的樣子很漂亮 都不捨不得切 吃哪個好呢 她叫做黑檸檬蛋糕 好像一塊皮 好像一塊皮蛋 切開去, 看裡面有什麼 原來是朱古力的外面 裡面很有心思 有這個果肉在裡面 裡面是乳酪 然後有些檸檬醬 吃第一口很重的檸檬味 慢慢在口中含完之後 就吃到朱古力味 不錯, 夏天吃得很好 然後就輪到這個了 很漂亮 可以想起一位歌手唱的歌 叫做《南瓜車》 因為它是一個南瓜形狀的蛋糕 好, 我們切開你了 裡面一塊有奶油, 有果肉 可以看到這裡嗎? 食物博士, 切得挺漂亮 他說這個是南瓜蛋糕 裡面有南瓜肉 很像生日蛋糕味 但是形象是滿分, 十分 所以拿來打卡就適合 可以在這裡吃四至五個小時 要有個閨密 有個閨密的 拍照, 吃點東西 點東西吃半個小時 等東西吃, 十分鐘 拍照已經要二十分鐘 就是一個小時了 大家吃, 慢慢燒著它, 一個小時 大家聊天一個小時 基本, 最終三小時 記得, 最後一個貼紙 因為我們現在四點半左右 已經是一掃而空 只剩下一塊的南瓜 幸好有這塊 所以大家早點過天日吧 我繼續吃完這塊蛋糕 我不會浪費甜蜜 我會分享給我們添加齊食 再見 那我們到 第五某項了 還不應該去倒 On 第七傳